今集繼續有我Carrie 在台灣四處漂流 這次我要感受一下 多姿多彩的台北夜生活 是不是所有鼠音都這麼濃 你拿著咪高峰 我還一個人勇闖汽車酒店 在鏡頭前歡衣浸泡泡浴 很害羞 舒服得傻了 很害羞 之後我會去到台灣最難免的墾丁 挑戰高峰貝刺激滿意 事不宜遲 美少女的奇幻漂流台灣篇 繼續出發 大家都知道台北是24小時有東西玩 有東西吃的筆夜城 一到晚上,台北就會整個沙滿了 我當然也一樣 雙城美食街,這裡有很多東西吃 有條巷,但也會有這麼多攤檔 一起放在這裡吃東西 天都還沒黑,這條雙城街就已經逼滿人 原因是這條雙城街夜市 是台北第一條24小時營業的夜市 很多食店都是全天候開店 不少餵食的朋友 一想到要吃東西,就會來這裡賺食 我想問一下,你們在排什麼 那個在吃雞肉飯 雞肉飯 很特別的嗎 我知道,我看到很多人就來排了 我看到很多人有排,讓我先排一下 我想要雞肉飯 這個飯又不是說…色彩很紛紛 但也有很多人排隊 真的要嘗嘗什麼 有些普通的壽司雞 飯有點像台灣的滷肉飯 有那種油的味道 我想他加了麻油 一起吃就比較好吃 剛才那四個男生 都是吃這碗飯 其實沒什麼特別 但他也會吃得很開心 有的 蔥爪餅 平時蔥爪餅是吃早餐吃的 不過我現在很想吃 這個餅炸起司 不要起司 要不要起蛋 好 為什麼要做剛剛那個動作 因為我們叫蔥抓餅 所以要把它抓開來 很香, 加了芝士特別美味 九層塔的味道很出色 而且我想剛才放鬆 令到一個空間都充滿芝士 很美味, 現在 很大股當歸味, 豬腳 適合了, 走了這麼多路要補一下 想要一個當歸豬早餐 吃一下豬腳 這是什麼? 這是蘸醬 這是辣椒醬油 因為這是燉品的, 它會偏淡一點 所以肉要蘸 很香, 很香當歸味 喝下去就知道應該會很飽 因為有很多藥材味 吃一下豬腳 吃一下, 很多骨膠原 很喜歡這個醬 因為它的醬滲入豬腳 調味道 而且它有點辣, 很美味 明天可以走更多路 想不到這個夜市滴滴滴滴 都有這麼多好東西吃 不過台北的夜生活 當然不只有夜市那麼簡單 在台北, 晚上除了去夜市 還有什麼好搞? 我亂衝亂撞 萬中中地進到這條街 都是咖啡店的地方 今晚就在這裡蒲咖啡吧 只看見裡面都覺得很舒服 在裡面喝著一杯咖啡 聊天 想不到他們這麼晚 都會在這些咖啡店裡 繼續聊天 好像聊得不捨得回家 這條這麼多咖啡店的小巷 叫溫州街 因為在鄭台灣大學附近 所以咖啡店特別多 聽聞有些香港人 在台北開咖啡店 可惜不知道哪一間是他們開 不然可以去探探他們吧 今晚有Live Fan 進去看看 這條衣服在這裡 很搞笑 這個沒有扣 這個應該不適合我戴 為什麼有這麼多衣服掛在這裡? 原來這裡的負責人 對兩性關係非常關注 認為女性未必要戴胸圍 所以建議女性在這裡 來個咪咪大解放 據說職場除掉 Babra 有可能會免費獲鎮飲品一杯 有免費飲品?很吸引 不過我還是自己點飲品算了 好可愛 Manny 沾花野草茶喝完之後 是否會沾花野草? 這間店是食字的 蛋糕為什麼叫春藥? 喜死不讓你愛死 是Browny 為什麼會叫這個名字? 這間餐廳 其中一個吸引人的地方 是她定期會有獨立音樂人在這裡表演 陳怡貞、蘇打樂都曾經在這裡駐唱 而今晚就有他們 你好 你好 我是Carrie 你是 是 我是今天要表演的 要表演 心情應該不會很緊張吧 不會 那你唱的歌是 都是我自己創作的 還有一些就是我們原住民的歌曲 今天會唱一些台灣的 你是原住民的 是 我是 真的 阿美的 厲害 阿美的就是阿妹的朋友 阿美的朋友 對 但是她跟我不同 這裡越夜越多人進來捧場 我還是先霸佔個好位 等看表演 是 我還是先霸佔個好位 你都對這個 很難看 你也想霸佔個好位 你也想霸佔個好位 我還想霸佔個好位 很好笑 這隊樂隊叫印象樂團 別看他們這麼年輕 其實他們都是歌唱比賽得主 或者是專業級樂手 他們也是第一次來到這裡表演 看看現場反應 很棒,謝謝 也不錯,很好笑 看到他們的音樂真的很熱誠 很喜歡音樂 台灣有很多地方 給一些不是歌手 或者不是成名的人表演 或者抒發他們的音樂 我覺得很好 希望香港也有這些地方 可以在香港、法國多些音樂人才 最好 對集中一個也有意義 請考慮一下 大家可以在一起 如果可以在一起 公司就希望你們能夠 不要或者是大家一起教一所 我們不會自清 喜歡我們的意思 就是參觀 在台北的晚上 在台北的晚上 少許多在酒店裡 這道大堂是不是很洋人呢 這裡就是導演安排我今晚 下腳的酒店了 沒錯,是酒店了 即是被男女駕駛著車 神不知鬼不覺地 進去找一張大床休息那些 停車場裡的號碼 就是房牌號碼 車停好就可以直接進房間 我畢竟是黃花歸女 要住這種地方, 認真大整褲 不過導演叫我進去看看 包我大開眼界地說, 是不是真的? 這個叫宇宙星空, 先看看 地板很漂亮, 五盲六色 一邊睡覺, 一邊看星星 睡不著就數星星 很大的雜菇池 可以一邊看電視, 一邊泡雜菇池 一定很爽 一定很爽 這間叫異想樂園 有甚麼異想呢? 去吧 有木馬, 很厲害 好像遊樂場一樣 很漂亮, 我的公主感覺 這間房間, 看這個多漂亮 粉紅色的, 很舒服 今天決定選這間 聽說大約十幾年前開始 台北的酒店開始大變身 由男女優惠的地方 變成比酒店更豪華, 更好玩的女店 因為每間房間的裝修都各有特色 加上私隱度夠高 所以成為不少媒體訪問明星的場地 就連偶像劇都要借這裡來拍攝 可想而知, 今天台北的酒店 已經告別偷情 聽說周末還有一家大小來住 享受家庭樂 至於我, 難得見到這麼大的浴缸 當然要在這裡放鬆一下 不好意思, 視頻師, 已經很久了 重拍, 走吧 好, 走 下一節回來, 我會直闖墾丁 除了享受陽光與海灘 還會挑戰草地飛球 想知道有多刺激, 千萬不要走開 救命 穿著霹球 玩轉台北之後, 是時候轉移陣地 由台北到最南面的墾丁 陽光與海灘, 我要來 終於來到了, 陽光與海灘 你看 好開心 海是一放無跡的 那些海藏很難有好的顏色 可以去別人找 去哪裡了 說得別人最重要 墾丁的沙灘大大滑滑有幾十個 無論是台灣人還是像我這些遊客 每年四月到十月 都會在這裡和陽光玩遊戲 這次我來墾丁 是要過一個全面放鬆的假期 住的地方當然希望特別一點 這隻昏依草紫色很漂亮 整個房間都是紫色的 還有一股香味, 芬衣草的香味 來吧 泳池很私人, 這裡很漂亮 這間酒店除了裝修到 這麼有中東風情之外 連吃也一樣這麼有中東感覺 吃飽飽, 是時候出發 找新奇刺激好玩的東西 來吧 墾丁說是否大不大 不過有很多好玩的東西 連這個距離市中心 十分鐘車程的地方 就刺激到令我喊破喉嚨 有人滾下來, 這是什麼? 有球, 有球滾下來 球很快 還嫌他不夠快 就先幫他推一把 看吧 哇, 會不會滾上街的? 好笑, 還要再推一下 這些這麼大的波, 叫草地飛球 一個波可以讓兩個人進去玩 右上而下不停滾 滾三十秒左右就會到終點 難得來到, 沒理由不玩一下 現在很害怕, 開始有點害怕 你看, 這裡有鐵籃攔住 不讓波飛出去, 會否真的可以 我怕會滾…滾到湖裡 這裡這麼簡陋 在草地飛球裡面 我怎麼自然不會滾到飛出去 原來是有一條帶給我扯著 再揹著鬆拋拋的安全帶 兩隻腳就要靠自己用力撐住 糟了, 一會兒我會不會喊到失聲 會有蝦咪和我蝦咪會爆 救命 不停滾…救命 五狀六虎都吊得亂了 雙腿好像頂住一樣, 很不舒服 又說三十秒搞定 何時才滾完 新象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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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瘋了 真是的 避難部 可惡 又不舒服 可惡 可惡 現在太軟了 剛才…好像有繩子擦著頸 好像無法覆蓋 但不停地…這樣站著… 好像跳了很多次扭的 我本身不敢閉嘴 然後後面看著外面的路 整個世界不停地轉… 這東西很害怕 不要小看它,真的很恐怖 可以找人拉我上去嗎? 我走不到了 很想吐,現在很暈 還要這麼小,好像有點中暑 辛苦了 經過一番天旋地轉 我現在就像暈船浪一樣 看的東西全部都浮著浮著 導演,不如先拍到這裡吧 我想我很需要回酒店休息一下 休息完畢,是時候再出動了 這晚我來到這條墾丁大街 雖然這條街只有一公里左右長 但這裡聚集了幾百個小攤檔和食店 要看完買完都可以消磨整晚 這裡挺像曼谷的街頭 有很多攤檔,食物又很便宜 又有這個…很有熱帶風情 你看這男生的肌肉 他們不穿衣服,然後露肌肉 你知道我們香港最新的男生在哪裡嗎? 張家輝 張家輝比較漂亮 張家輝比較黑實 他還沒得到,還差一點 來到墾丁,人人都會吃燒生蠔 因為這裡更在海邊 所以新鮮生蠔 源源不絕為你送上 生蠔 我最喜歡的 你好… 你好嗎? 請坐 我的食物可以便宜一點嗎? 當然 真的嗎? 我要這個 一份 好,拿一份 要大的 生蠔… 拋生蠔… 你看,很肥美 對,這個成為一個天然的托盆 它的蠔,蠔 完全吃得… 那隻蠔本身 原本在海水裡的味道 不過有很多蠔在裡面 我的嘴巴有點刮刮 所以吃點重口味 這個是什麼? 這個? 鯪魚也是,很香 山豬肉 是 口味有一點重重的 重一點,我可以幫你加重口味 好…那要一份,謝謝 台灣的山豬,也就是野豬 經常通山跑,兼吃得夠天然 所以肉質應該特別好吃 這個超級重口味 又有洋蔥,又有蒜 有沒有陳奕迅這麼重口味呢? 你看看,其實一半是肉 一半是肥肉 原住民是否要吃多些有熱量的食物 令他們有多些能量去動動 我先嘗一下瘦肉 本身已經有燒烤,燦燒味 加了一些椒鹽粉,真的惹味很多 吃完這碗,整碗有洋蔥,有大蒜 吃完這碗,十字牙,味還在 真是太重口味了 好香,什麼味 好,賣披薩 原來燒披薩的地方 是在車上的 中整個窯坐在車上 真是無法顧慮 會不會燒了整架車? 老闆用荔枝木即叫即焗披薩 說這樣才夠原始風味 可以嗎?可以嗎?可以 我們最愛的是起司 先多一點,我很貪心 很漂亮 慢慢地放進去,往前… 這樣,對 拉多久,等多久呢? 炒的話大概三分鐘就好了 三分鐘? 對 想不到短短三分鐘 除了可以沖個杯麵 還可以焗起一個薄餅 在我攪拌,沒有光顧的情況下 老闆還願請我吃自己的處女座 別說我買花棧花香 真的挺好吃的 不想,我就找人試試 你好,要試試看嗎? 你好,要試嗎? 沒有人吃,為什麼? 你好,試試看 不錯,來… 真的嗎? 來… 五分鐘以內,爆炭吃完 爆炭好吃 好厲害 好厲害 讓我再試吃一下 真的很熱,剛才那個人怎麼吃? 脆脆脆 有很多芝士 你想嘗試嗎? 我可以 可以嗎? 對,當然 小心,因為太熱了 好厲害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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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你喜歡芝士嗎 很棒 對,我也喜歡芝士 芝士… 太棒了 太棒了,試試看 再見 好厲害 台灣的南童北 日與夜都有著不同的魅力 在台北可以去不同的Live House 支持有才華的音樂人 到酒店浸泡泡肉 舒緩整天的努力 在墾丁大街,素街享受地道美食 還可以挑戰自己膽量 大玩草地飛球 每一刻都可以為我帶來驚喜 台灣,我真的越來越愛你了